大家好,我是AK Plus 我是葉月 我是好豪 那因為我們頻道最近已經經營了一年了 差不多 對,我們合體一年了 然後就決定要改一下頻道的名字 感覺很像軍火商啊 可是其實我們不是 好,那因為 最近陸陸續續有人在抽泰奇的一般者 那我們這邊也不甘示弱 跟我朋友拿了一組 解牌一下 泰奇一般場會出的原因是因為 泰奇的重置本要出了嗎 對啊,他 PS4重置本 好,那我們現在來講一下他的獎項 杯子我們就不講 因為其實杯子 有點定義 對對對 那首先是F賞 F賞是一個毛巾 他總共有五種 那再來是D賞 D賞是一個徽章 也是有五種 那再來是 我覺得作為經典的東西 就是他的 G賞 比較有經典價值 他就是那個PS上面 遊戲裡面的人物 然後再來是他的娃娃 莫菇利 武衛雄 武衛雄 莫菇利 武衛雄 靠北 好,再來是他的B賞 B賞是 愛麗絲48 對,愛麗絲 那再來是A賞 那A賞就是 大家都知道的克勞德了嗎 對 A賞是克勞德 那最後賞 就是 塞佩洛斯 就是 7代裡面的最大反派 對,那 還買出來的 是啊 聽說網路上這隻喊到很高的價格 正常 對 好,那我們就直接 開箱 TOMORROW 那我們 剛剛拆完也組裝完了 然後我們現在 一字排開 最經典的在這裡 就是在這裡 然後 A B 最後賞 然後 我們先來看 大獎好不好 就是這個雜貌 愛麗絲是吧 手上拿了天后棒 我都懷疑他是娜美 首先先看他的臉 我是覺得 其實這個臉 做的其實 不錯 還行吧 他這個裙子 他這個連身裙 你有沒有看到他上面這個有一些印花 是立體 材質不一樣 給你摸看看 我沒過了嗎 我剛煮這一隻的 對齁 然後他一樣是 皺褶做出來 就是清飄飄的感覺 那再來是衣服 他這個衣服應該是 牛仔外套 對 他這穿了好幾年了 這隻 有點小瑕疵 應該是 工廠出廠的問題 他這邊有點髒 對 這擦一擦就好 並不是每一隻都是這樣 就是我們這一隻是這樣 應該是 對然後這是他的武器 很大一根 好不好 天后棒 金箍棒 對然後在後面 就是他的頭髮 只是他這個頭髮 做的有點 我不太滿意 感覺塑膠味還蠻重 塑膠感蠻重 對那再來是 他的底座 他底座這邊有一個 泰漆 remake 對 接下來是A賞 大家最愛的克勞德 大家統教他的克勞德 他的臉 都很白白的 還是要用他那個角度拍 才可以拍得出他的樣子 所以要這樣嗎 我懂運動 我懂你的意思 所以我要這樣 好像也沒有比較好 自己沒有比較好 沒關係 這不是重點 好不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衣服 他衣服就是他的 就是他的那個造型 他就是那個 神羅特種兵的服裝 我記得沒錯 就是他那個造型 然後 他那個衣服的 呈現效果反而就沒有像 B賞那麼好 因為B賞知道他一些東西 印花什麼 是立體的 他這個牛仔褲算做的 有點像粗糙粗糙的感覺 就好像真的是我們那個牛仔褲的那個感覺 對 摸起來真的是這樣 算還蠻有心的 他的這個其實是皮革的 他也有做出來的那個感覺 他有稍微做出那個皮革的感覺 對 所以 算是還蠻有心 但是我覺得 表現呈現上 目前我覺得B賞發的比較好 可能因為他是女生 偏輕就偏輕 講那麼多 再來是他大劍 沒錯 最 經典的一把大劍 對那他也是有一些 這算戰損啦 對啊 對他也是有做戰損 然後這個其實大劍算還蠻大的 然後裝的時候要注意其實他是有 分邊的 對所以 請詳照 說明書 好不好 對 沒錯 好 那這是我們KLOW的部分 再來是我們 大家最喜歡的反派 最喜歡的反派也是 太大隻了 也是我們最貴的 網路上喊到最貴的一隻 期待最 經典的一個反派 那一把 超級長的太刀 這把嗎 對啊 他的太刀已經可以整個籠罩我鏡頭 跟我鏡頭差不多長 那我要先跟大家講一下 他這個 太刀 他這個 倒是還蠻容易掉 對 所以如果 會一直掉不滿意的朋友就是拿捏頭地板捏槍 那他一樣是有分邊的 所以請詳照 說明書 刀刃永遠是朝下的 對刀刃是朝下的 但是他的衣服 他這個外面是算 風衣嗎 對 風衣的外套 對他還是做得很蠻有皮革感 然後摸起來 蠻爽 很舒服 對 那再來是 他這邊 其實都做得出來 他其實是那個 就是那些風衣都有那種 扣子 綁帶的那種扣子 他都有做出來 還不錯 然後再來是他這腰帶 他腰帶很屌 他這腰帶是 真的你要摸是真的有那個立體感 很屌 感覺好像是有稍微一顆啦 那再來是他 這肩甲 只是他肩甲 做得有點太純白 我覺得做一點戰術會比較好 喔因為他 在那個裡面就是 就是都是白色的 就沒有戰術 這個講一個他的設計 賽菲爾說的話是 那個神羅公司裡面的 第一特種兵的FIRST 所以是沒有人打敗過他 所以也沒人碰到過他嗎 沒錯 因為他的刀子太長了 特朗本又捅過他一刀 所以他憎恨他在本傳的時候 也捅回來了 是嗎 互互相欠啊 我們承平 然後在劇場版的時候 還有捅了一次然後跟他講說 有沒有人懷念這滋味 好那我們 言貴症狀我們來看 他的臉我真的覺得做得還蠻帥的 我覺得是因為 有頭髮遮住 所以 變得比較有神秘感 而且他又是45度角 對 幹我跟你講拍照就算45度角才美 結果賽菲爾的時候他的眼神都偷偷出那種 有點神秘的感覺 女生最愛這種神秘的感覺 再看後面喔 他頭髮 阿沒阿沒阿沒 我們這個後面 頭髮也是這樣飄起來的感覺 塑膠味有點 太重了 他的塑膠感啦 塑膠感太重了 好那這是我們 最後場的部分 然後再來是 我們最經典的 他的造型是最經典的 然後也是很多人很想要的 對 大家最想要的就是這個是 對阿 女裝克勞德嗎 大家最愛的 大家最愛 他真的有捏捏是 裝什麼 就那個 橘子嗎 還是蘋果 裝矽膠喔 沒有啦 其實那個什麼 重製版裡面也有他 組裝的 真的嗎 真的有 你可以去看一下他有影片 好 對對對 然後真的還蠻屌的 好那我們走過來 他其實就是這樣 賣快感 賣快感 對 創世神 沒辦法 好 那女裝結束了 那我們就講正常的克勞德 好正常的是這樣 更有賣快感 他這個就是因為 因為當初是PS上面做的遊戲 因為機能限制的關係 所以 他只能把它做有點方塊方塊的 好那我們轉過來 然後這一個因為為了 太期的重製版嘛 所以才 出了這一番掌 然後有做這些經典的造型 讓你喜歡的人 回味 回味一下 回甘就像線炮 沒錯 好 再來 他好嗎 這是DeeVa 那時候期待裡面 最受歡迎的女主角 他穿的這麼蠟蛋最受歡迎喔 真香 他會踢又會打 嘿 所以他也算是 主力嗎 對 他轉怪 好 那再 相較之下這個 這個女主角的 如果好像沒那麼多 沒關係 所以他是奶媽 奶媽 一看就像奶媽一樣 我們再看看這隻狗 這隻狗 這隻狗他 叫什麼 鬼機百科的翻譯叫納安妮 是一種藥嗎 不知道啊 好這也是賣快感 不過他其實會跟一隻貓型機器人搭配啦 所以掃的那隻貓蠻可惜的 再來是雷諾 雷諾的話其實我覺得蠻可惜的是他沒有把他的那個同伴做出來 那個光頭佬 可惜 對 他原本也是在追克勞德啦 我不是說那個感情向的追 我是說追感的追 好 你剛這樣講那我以為他的性向有問題 我講的太快了 我講的太快了對不起 好 再來是這個大叔 芭蕾特 他手上那個右手上面那個灰灰的啊 不是他們審視不做手喔 是因為他手 他是洛克人 對他是洛克人 對我知道 他會擠氣他會發炮 然後之後他會裝盔甲 那他會變解弱嗎 他不會變解弱因為他沒有光束刀 幹垃圾 這都是以前的那種樣子 還不錯 還不錯 再來最後一隻 這是咱們的大魔王 我們怎麼都喜歡把賽菲羅斯拿最後一個獎 那是大魔王 大家追來了 賽菲羅斯 可是他這個造型就沒有拿刀子了 所以他這胸口是怎樣 他那個 奶罩是吧 他的胸口啊 他就機能限制所以沒辦法 呵呵呵呵呵呵呵 所以就讓他露胸 呵呵呵 沒關係沒關係 這個 真香 別說了你什麼都香 還不錯喔 也是以前的那個樣子 嗯 如果說精緻度來講的話 我發現覺得 這隻經典造型還比較好看一點 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選擇經典造型 不會是 好啦那再來就是其他的東西 小物 小物 這個啊 這個花是那個 愛麗絲在賣的花 好 再來是這個 這個的話 他有點像那個 就是 泰西的那個標誌 嗯 對呀 就是 差不多是這樣 這個 這是什麼東西啊 這是什麼啊 無限手 啊 這個 應該是 巴雷特的那個 槍吧 手上的槍吧 應該是 再來是這個 這個 刀刀啊 刀刀 小刀刀 對的 克勞德 克勞德 抱歉 我一直想要把他唸成克勞德 我覺得他這樣好順 改個名字好不好 不信 再來是這個 神羅天聖 不是 這就是神羅公司的那個 徽章 對 他的那個標誌的徽章 好 那我覺得其實徽章也是做得蠻棒的 再來是毛巾 再來就是毛巾 他後面是這樣 對對對 這是這一個 克勞德 對對對 然後再來是這一個是克勞德跟 賽博羅斯 背對背擁抱 對 對 那再來是那個 兩位女主角 GL 對 沒錯 再來是賽博羅斯的一個人 對 然後再來是那個 燈羅公司的那個 他們的三個人 就是 雷諾 嗯 席德 可是中間那個我忘記叫什麼名字 是啦 好 那我們剛剛 講了很久 講也講了很多 我們幾乎把東西都講了一次 除了杯子 對 那其實泰奇 我們也不是很懂 剛好是有這個機會拿到這個東西 可以借我們稍微拍一下 對對對 所以我很感謝我那位朋友 這是我生命中的貴人 是 是 對 那因為 杯子就有點麻煩 因為他 有點定義 所以我也沒拿出來給大家拍 對 大家可能就 稍微自己去看一下 對 吐棒 我們把主要的先講一講 因為大家比較想要看這三隻 對 再加上前面這八隻 嗯嗯嗯 這是主要的 然後再跟大家講一下就是 這八隻經典的 嗯 只有 女裝克奧德 女裝克奧德只有一隻 對 對 然後他這隻 一直堵在這邊我有點煩 幹很常 好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可以幫我按讚 訂閱加分享 並且點贊我的 Facebook友誠室出來 開啟我的小鈴鐺 嗯 那我是好 我是夜月 掰掰 掰掰